拜登的儿子亨特的一系列丑闻是美国共和党保守派们用来攻击拜登的有力武器 如今亨特的笔记本电脑里有什么 仍然是美国社交媒体上左右互搏绕不开的话题之一 民主党及其支持者们的策略是 把亨特的电脑门丑闻通通打成右翼分子炮制的阴谋论 而共和党及其支持者则认为确有歧视 甚至将其上升为拜登本人受境外势力操纵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美国保守派们并不打算让电脑们 仅仅停留在社交媒体嘴账的层面上 9月7日由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发行的电影 《我的儿子亨特》在美国上映了 这是一部基于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将亨特作为花花公子和以君子的放荡不羁的一面搬上了荧幕 电影中还包括拜登一家的种种腐败行为 诸如其在乌克兰的生意往来 父子生意的通共实锤 稍而不移的黄赌赌桥段等等 电影的评分还挺高的 在IMDB上高达8.1 不管电影的剧情究竟几分真几分假 反正制作方是把许多拜登父子的流行梗都给编排了进去 痛痛快快的当了把黑子 可谓是极右保守派们的狂欢 绝对是脸书和推特上都看不到的18禁版本 制片方的选角很讲究 要知道好莱坞的新自由主义氛围日渐浓厚 白左之风盛行 各路影星导演为了自己的光明前途 拼命的迎合政治正确 但凡表现出一点支持特朗普或保守主义的倾向 就会在社交平台上被自由派劈倒劈臭 甚至被淡出主流影视圈 在这种大环境下 能够舍得一身寡 拍这种右翼阴谋论小成本电影的演员 大概率是债多了不愁 石子多了不咬 饰演男主角亨特·拜登的是英国演员劳伦斯·福克斯 现年43岁 是个老保守派 曾经出演过多部电影电视剧 较为有名的是在英剧《刘易斯探案》中担任主演 2020年5月 美国因弗洛伊德遭桂沙一案 而出现大规模反种族主义示威时 劳伦斯·福克斯就公开表达了 对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质疑 劳伦斯·福克斯也有自己的政治野心 2021年组建了一个极右翼政治团体 参选伦敦市长 但失败了 得票率仅为1.9% 此外 他还是一位反疫苗人士 在今年年初感染新冠期间 还服用起了在反疫苗群体中流行的神药 这是一种治疗寄生虫感染的药物 没有证据证明其对新冠有效 根据布莱特·巴特的报道 最近劳伦斯·福克斯还发表暴论 自从前自由民主党人利兹·特拉斯 被任命为英国的下一任保守派首相后 英国已经成为一个 由两个左翼政党官吏的国家 《我的儿子亨特》 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是一位特勤局探员 由美国演员吉娜·卡拉诺出演 这位老姐真的是武的充沛 她不仅是一位演员 健身模特 还是一位前综合格斗家 出演过《死士》 《速度与激情6》等电影 她的政治立场极右 媒体称她是个穿粉 而且暴论平平 曾于2021年2月在Instagram上发文 将美国因为政治观点而遭到憎恨的人 比作纳粹德国大屠杀型的犹太人 彼时卡拉诺正在参与星球大战系列电视剧 曼达路人的拍摄 在她的言论引起广泛争议后 曼达路人的制片方卢卡斯影业 宣布不再与她合作 在被踢出剧组后 卡拉诺找捕到 当时并不是将犹太人 与陷入困境的共和党相提并论 但为时已晚 与劳伦斯福克斯和吉娜·卡拉诺 这两位公开发表政治不正确暴论 而饱受争议的演员相比 饰演老拜登的演员 约翰·詹姆斯则低调了许多 这位老演员1970年代就出道了 不过出演的主要是肥皂剧和电影中的配角 在美国国内有些名气 可能是很多美国中老年人的童年回忆 在《我的儿子亨特》这部电影中 詹姆斯扮演的老拜登 是一个极其腐败的好色之徒 电影还复刻了老拜登吸人魂魄的名场面 甚至还有一句通共台词 从整体来看 《我的儿子亨特》 无疑能带给美国右翼保守派观众们 一场充斥着低俗和阴谋论的狂欢 也会让他们更加坚信 拜登父子的黑历史是确有其事 毕竟制片方对外的宣传口径是 这是一部纪录片 相对于保守派乐子人们的狂欢 西方主流自由派媒体对此则是大力抨击 从剧情到演员到导演通通批了个遍 《政客》杂志刊文写道 新版亨特拜登电影的首映和你想象的一样疯狂 声演内幕直指其通俄 声称普京的宣传人员很喜欢这部电影 称他们希望这部电影有助于让他们深爱的特朗普重新掌权 《华盛顿邮报》在9月6日的文章中评论到 如果这部电影有一个敌人 那就是主流媒体 他们在电影中表现的对2019年爆出的电脑们三肩齐口 而推特和脸书审查 现流纽约邮报对电脑们的报道 让保守派们一直都非常愤怒 《卫报》则将电影描述成一部精神错乱的低成本小片 其更多的是基于阴谋论 而不是基于事实 《独立报》将矛头瞄准了卡拉诺 讥讽他曾经能拍《星球大战》系列 现在却沦落到拍《阴谋论》小成本电影 相当跌分 只是无论如何 美国主流媒体都无法从根本上否定 亨特拜登电脑们的真实性 电影情节是虚构的 但拜登的儿子亨特就是个隐君子 和私生活毫不仅仅的败家子 是美国左派媒体无法否认的 在注重家庭亲情的美国社会中 教子无方就是老拜登甩不掉的黑点 注定会为共和党以及其保守派支持者们揪着打 而以此为议题的左右互搏大戏 想必未来还会有很多 观察者网是一家独立而负责任的新闻网站 我们秉持全球视野中国关怀的理念 为大家制作节目 想要支持我们的朋友 可以加入付费会员频道观察员 免费198 使用我的邀请码648可利减10元 现在充值和需费的用户 还有机会领取官网军工组 限量T恤一件 三种款式随机发货 限量600套 大家赶紧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